印度外交部发声明解释,一线型政策,政府承诺通过国内资源,来满足救援和重建需求。 印度外交部并表示,仅接受来自印度一个人或基金会的外国捐款,专家表示,印度政府想证明他们自己就有能力处理任何紧急状况。 印度为特别提及阿联酋政府于昨日22日提出的这项捐款意图,只表示向来自数个国家提议帮助这场悲惨洪灾救援和重建工作的外国政府深知谢神。 不过此次,洪水在喀拉拉邦,因发的灾情严重,印度政府坚持拒绝外国捐款,在该国引起一些争议,维甲阳要求与中央政府展开高阶会商,让阿联酋的捐款有可能被接受。 他表示,在这个紧绕关头,全世界都对本邦伸出援手,维甲阳提到来自全英各地的救灾捐款,并敦促中央政府提供更多援助。 据了解,阿联酋和喀拉拉邦关系紧密,喀拉拉邦有大量劳动力,输出,到阿联酋从事建筑行业,阿联酋提出捐助,显示出该国对喀拉拉邦的关注,拒绝其好意或有失礼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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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